还有宜兰人市集2021年的首场特色活动 亲子毛海野餐日 今天是在罗东文化工厂举行 集合了宜兰县内60个创业青年所经营的特色品牌 打造汪喵街、野餐巷、小人路等主题展区 吸引了许多民众全家出动 带着毛小孩一起来享受野餐时光 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尽习惯 爱情我只没有余想的 在聚意而没方 try'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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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n' 就真的理解her is the li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市集就是希望鼓勵年輕人勇敢的創業 那宜蘭縣政府對我們年輕人的鼓勵 所以我們有一個成立一個青年事務科 就是幫助年輕人如果要創業 那就到銀行借款額度是150萬 李宗盛兩年24個月由縣政府來出 而且如果他們希望能夠 對於他們的專業領域的付出奉獻 我們都希望宜蘭縣政府有判專人陪伴 專人服務 專人的管理 希望能夠把他們培訓 讓老闆找到了他的人才 讓他人輕人找到了工作 所以今天舉辦了這個活動 一方面就是鼓勵 一方面對於我們這些有養貓養狗的好朋友們 都能夠愛他就不要去養他 就是希望愛護他 然後剛剛有帶來很多隻的小狗 很多人都帶來 但是這些都被淋養走了 但是我們希望始終如一 都要愛護他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活動辦得非常的成功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勞工處主辦的這個活動 就是我們有這個汪喵街 還有野餐日 還有小人路 這個給予得很可愛 但是這個年輕人有這個創意 所以我們都希望鼓勵 希望能夠社會更和諧 更溫馨 我們宜蘭縣有對年輕人的鼓勵 宜蘭縣真正的成為一個健康 活潑 快樂的一個城鎮 因為天氣蠻好的 然後因為在家旁邊 所以就帶小朋友一起來 本來會來這邊運動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啊 就是讓大家 宜蘭人放教有地方可以來 然後這些創業的青年靴子 也可以就是 可以有就是展現舞台的地方 過天餐會覺得怎麼樣 喔 今天很熱鬧喔 大家來這邊可以帶小孩 帶孫子來這邊逛 宜蘭縣 宜蘭縣活動辦得都很好 非常棒 因為最主要是因為毛小孩 剛好有這個毛小孩的野餐活動 我們家又要養小狗狗 所以就會想要來 而且我覺得宜蘭辦這個活動還不錯 剛剛都有去買吃的東西 都很不錯 而且可以讓宜蘭的這些手作的東西 還有好事的東西可以讓大家能見度越來越高